大家好,我是Stam Sir 我现在在圣比德小学教书,是负责学校的一些STAM的发展 其实理想中的STAM的学校有什么元素呢? 第一就是一定要给学生机会动手做,尤其是可以给小朋友玩 所以很多时候你都会见我和很多不同的玩具公司合作 例如有玩迷你四驱车或者一些路轨车 甚至乎现在有爆船陀螺 甚至乎一些公仔玩具都会给小朋友去玩 其实透过玩,我们都想学生就是他们这些认识身边的东西 就是从他们的玩具开始,拆解当中有什么STAM的原理 例如可能玩四驱车里面,他们可以知道什么是闭合电路 齿轮比,或者是摩达不同的扭力,对车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另外玩Hogwheel的时候,一些路轨车 他们可以透过组装那些路轨 如何安全把车由起点送到中点 可以认识到就是能量转换等等 甚至乎女生玩毛公仔都可以有很多STAM 因为可以透过制造一个毛公仔 由纸样,由平面变立体,可以将它变成一个公仔 如何塞棉花进去,棉花需不需要做计算 里面的空气的密度,会不会和公仔的软硬度有影响 都可以让小朋友去认识 目的就是想透过学生,透过身边的不同的所有事 从而知道原来知识在身边 下一次那些小朋友可能上学放学的时候 在街道上都可以找到很多不同STAM的元素 透过就是中西区的历史 建筑可否认识一下 究竟那个建筑物距离现在有多少年的相距呢 其实很多时候中西区有历史文化境 在里面有些建筑物可能用红砖的设计 其实红砖是以前英国建筑才有的特色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见到一些红砖的话 都可以推断到这个建筑物大概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所以是不是学习在身边呢 所以我常常隔离是什么呢 STAM ANYWHERE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周边都有很多STAM的元素 大家只要花多些时间 可能逛街的时候多看两眼,想多两想 那你就可以找到很多新的知识啦 而你们可以找到什么是否